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碗中倒两个鸡蛋搅拆 冰米锅烧热 走鸡蛋液炒烧 将土豆丝浸干水放 放入韭菜一起 碗中放点食用油搅拌均匀 加入鸡蛋碎 食盐13箱蚝油搅拧 准备两张饼皮 放入电饼锅中捞一下 捞完以后放入馅料择叠起来 合上盖子 烙三块钟 翻一面 再烙三块钟 时间到光波取出 切成两半 美味的土豆 韭菜盒子就做好了 吃起来皮包现香 营养丰富 喜欢就赶紧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忙点赞转发评论 感谢您的支持